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非常的激动 因为我的Osmo Pocket到了 其实它是昨天晚上到的 作为第一批拿到货的普通用户 你们知道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吗 相当的激动 其实之前已经看过许多内测版的测试视频了 但是好不好用得要自己说了才算 对吗 虽然我第一时间在官网发布的时候 经过深思熟虑 发现我深深的需要它就订购了 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个 很实用详细的测试之后 再分享给大家我的使用经过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开箱 太激动了真的 这个就是它的本机了 哇这个开机好酷炫啊 首次使用必须要连上手机才能激活 还需要网络环境更新固件 它的拍摄模式还是挺丰富的 嗨 现在是我第一次试机 我已经简单的操作连接了手机 更新了固件 使用的感受还可以吧 我觉得很方便很小巧 出乎我的意料这种画面的感觉 丢失目标 虽然之前已经看过一些测评的视频了 不过有一些功能 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试一下 才能够正确的使用 今天我来红牌楼的车试诚 因为我哥买了一辆MPV夏朗 我非常喜欢MPV 它将会是我下一辆车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将用这个机器来记录整个它改装的过程 我们下车的视频 我们已经完成车子配件的改装了 现在就准备去吃饭咯 经过两三天的使用 我对这个OSMO Pocket有一些个人的感受 首先它真的非常的小巧轻便 这也是导致我第一时间就剁手的最主要原因 它是真的很小巧啊 方便携带 我在手里面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当然会比口红还是要大一些的 跟这个录音笔差不多 它的这块屏幕能显示能操作 是非常好的设计 虽然它的屏幕这么的小 但是上下左右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 而且拍摄跟设置画面都是清晰的 附带一个OSMO Share的 付费盐保两年服务 就有点像AppleCare那种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行购买 199的价格倒不贵 在拍摄方面 它能够拍1080P和4K的30帧60帧 慢动作能够拍1080P的120帧 足以满足日常的拍摄需求 4K和1080P都可以选30帧或60帧的 云台功能经过测试真的很优秀 毕竟这是大疆的主业嘛 其实我真的晃得很厉害 在操作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些精巧的小设计 是让我眼前一亮的 比如说屏幕中就有上下滑动的键 这个按键连续按两下 回中 连续按三下 翻转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接口 换下接头之后可以正插 还可以方便携带的反插 比较牢固 可能这个机身为了便携考虑 设置的有一些短小 导致手持感不佳 我喜欢露出屏幕和按键这样握住它 但是这样会感觉上面空落落的 拍摄画质比不上同样可以拍4K的iPhoneX这些 在背光的时候表现也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使用问题 它对焦真的很慢 导致我前期拍费了好多素材啊 这些都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一直没对上焦拍费的素材 大家为了它还专门开发了一个APP 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是感受这个应用的布局 设置不是那么的合理啊 有一些功能的切换就得反复的回到主界面 虽然它可以独立使用 但它还是很依赖手机联动的 才能达到一些高级的效果 这一点我觉得就跟GoPro不太一样 我在GoPro上也加了一块屏幕的 但是无论加不加这块屏幕 它都不需要手机可以独立拍摄 但是Pocket必须要和手机连接 才能打开高级模式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体 后期你可能需要去购买一些配件包 来优化使用 导致你的二次消费 我入手的是649的这个配件包 可惜还没有到货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了 它的收纳包在设计上并没有考虑配件收纳的问题 像接头这样放置的时候 是根本放不进收纳袋的 而且你外出鞋带上的时候 真的会担心这种小零件掉 只有自己准备一个收纳盒 它没有视频美颜 只有照片美颜 也许以后期会加上吧 才拿到这个口袋上机的时候 我以为它有美颜效果 结果发现只有拍照才有这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真实拍的产品 来看一看美颜前后的对比 大家入手口袋领谋 应该都是为了拍摄视频用 有这样一个功能上的缺失 对于爱美人士来讲 应该挺遗憾的吧 美颜开到最大的 十击 当然对于我这样的爱美人士来讲 当然是要把美颜开到最大最好了 最好再有一点后期 那这样就更美了 看看我经常用的拍摄设备有多重呢 相机加小三角架加画筒 Osmo 2加手机 GoPro裸机 再加上胸袋 Pocket 2加手机 这些小时 2加手机 1小时 很多Vlogger在户外拍摄的时候 应该都会遇到同样一个问题 会被一些吃瓜群众强势围观 增加压力感 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羞耻 甚至会影响自己的发挥 那我今天要 带着这三样设备在同一环境下 看一看它们的受注视程度 我现在用的是63001米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我都不想数了 因为这个机器还是不小 带着它路过的时候 真的会被大家盯着看 周围的环境还是会不自觉的给你一些压力吧 那我现在换Osmo 2 Osmo 2的受关注度会小一些 但还是会有人好奇地看着 这个Osmo Pocket就不会那么引人注意 可能因为看起来像玩具一样吧 大家路过的时候都不怎么在意 字幕志愿者 杨栋人 最后我想说 Osmo Pocket真的算是Vlog神器了 我想它的产品定位 并不是说有了它 你就不需要单反相机 不需要运动相机了 它们并不冲突 也并不矛盾 而是可以相互的补充 发挥自己的优势 你就有一个可以忽略重量的 户外防抖拍摄阻力工具了 我反而觉得和它 它们两个是可以二选一的 我之前入手的时候 就想要配合无线小蜜蜂使用 就需要一个音频转接配件 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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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配件 不就削弱了它本身 便携简单的设计初衷吗 我听说它是适合非专业人士用的 但是 为什么我没有驾驭它呢 我入手了一些配件还在路上 那么今天这个不太完整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有机会还能继续分享它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 对了 还有一点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产品 固件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 硬件方面 早买早吃螃蟹咯 如果你不是很急需它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观望一下 Если我们在这儿不再拍一下 是一个适合的 一人的帮助 微简 转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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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接